作为马拉松牛大满关赛事 每年的最后一场比赛 纽约马拉松现在正在报名阶段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有没有跑过纽约马拉松 今年有没有计划打算去跑一跑 我也是打开了牛马的官网 尝试着去报名了一下 并且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薅羊毛的地方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OK我们先来看一下牛马官网的这个页面 首先呢这张横幅的banner 就是很好的代表了牛马的一个包容性 来自于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 不同肤色的跑者们都汇聚在了纽约 往下滑动可以看到是今年的比赛时间 是11月5日 当然是当地的时间 倒计时还有268天 然后是一张牛马的官方路线图 去年呢是有47,839名跑者玩赛 平均玩赛时间是4小时50分钟 分别来自于131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再往下是一个来自于去年牛马的玩赛视频 一个精彩的回顾 OK再往下就是赞助商信息 我们这边就跳过 我们回到最上面 点击这个申请按钮 仍然是比赛时间 比赛地点 比赛距离 在右边可以看到这边是报名费 我们普通报名呢是friend的身份 是295刀 那么好羊毛的地方就来了 可以看到下面这个member的选项 它是255刀 可以便宜40刀 那么怎么去操作呢 我们再点击如何成为一名member 这边是不同会员的一个选项 我们就跳过 直接看到最上边 点开family 可以看到前面是显示着可以便宜40刀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操作的 family的这个会员的价格是60刀 但是它是有要求的 是需要两名成人和两名这个青少年 但是需要满足是在相同的地址下面 如果你是以家庭身份 或者是以朋友之间的身份去参加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个家庭的套餐 那就是60美元 相当于每个人需要花费30美元 但是你的报名费可以省去40美元 也就是相当于每个人节省了10美元 虽然这个10美元看上去没有特别的多 但是呢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羊毛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感兴趣的 我们返回到上一页 点击右边的申请 可以看到啊 这个报名呢 截止时间是2月22日 在星期三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报名截止日期 继续点击申请 这边就打勾就好了 继续点击下一步 这边是个人的一些玩赛 计划玩赛时间和一些信息 比如说我会选择 简单一下吧 写三个半小时 然后代表哪个team 你可以选择 也可以不选 有一些品牌 有一些军格布 你的服装尺码 这边我们就都跳过 不需要好了 然后这边 许些免责 直接打勾就OK 继续下一步 OK 这个是一个捐赠 是不是选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选择 不感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跳过 下面就要进入到付款页面了 最后在这里填写你的信用卡信息 最后这里特别要注意 如果你一旦被选中中签之后 那么它将会从你的信用卡中 自动划走295美元 并且要求你的信用卡的有效期 保留到23年的3月1日 这给大家需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所以你有没有兴趣 去参加今年的纽约马拉松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互动一下 解决 解决